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身体极限的旅程,更是对心灵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王一博在悬崖边缘过夜,面对未知的危险 甚至连保险公司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安 这场非比寻常的拍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王一博 他不仅有勇气,还有毅力,简直就像是现代版的探险家 这让人忍不住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他这场刺激的旅程 拍摄过程中的风险绝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事情 在纪录片中,王一博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 还要克服个人的身体极限 特别是在悬崖上过夜,那种紧张的气氛可以想象 而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面对这些危险时 王一博依旧保持着冷静和从容,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保险公司却并不这么认为,每个工作人员都心跳加速 仿佛下一秒王一博就可能遇到危险 有网友打趣道,王一博,你简直就是保险公司的噩梦 这句幽默的调侃,不仅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也让大家在关注王一博的同时,感受到了一丝轻松 然而,拍摄现场的真实情况远比镜头中的表现更加复杂和艰难 王一博在探险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生物马皇 竹叶青等这些危险的生物频繁出现在他的周围 甚至还有长臂猿这种极其罕见的动物闯入了他的镜头 这样的场景让网友们纷纷感叹 王一博,你是不是开了动物园的VIP通道啊? 这看似搞笑的评论背后,隐藏着对王一博的巨大钦佩 毕竟,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冷静和镇定的人 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但别看王一博在镜头前显得如此潇洒从容 实际上,他背后的付出和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高原反应这种生理上的不是像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隐形敌人 时刻威胁着他的健康 在拍摄过程中,王一博常常因为高原反应感到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但他从未因此放弃拍摄任务 这种坚持和毅力,让人不禁为他竖起大拇指 网友们纷纷评论道 王一博,你简直是用生命在拍片 这股拼劲和执着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偶像 谈到王一博与大自然的关系 就像是命运的巧妙安排 每一次拍摄都充满了未知的挑战 但也是这些挑战 让他的每一次经历都显得格外特别 网友们常常调侃他是老天爷的宠儿 因为每次他所面对的场景 似乎都充满了神秘和戏剧性 正如大家所说 幸运总是眷顾那些敢于冒险的人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机会永远属于那些勇敢追梦的人 通过这次的纪录片拍摄 他再次向我们展示了 成功的背后 不仅仅是幸运的加持 更是无数次的坚持和努力 这次的探索心境纪录片拍摄 不仅是王一博个人挑战自我的体现 更是他个人魅力的全方位展示 从一个歌手 演员到如今的探险家 王一博在这次的冒险中 展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无畏的勇气 他的粉丝们对他有着高度的赞誉 王一博 你真的是太酷了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娱乐圈 能够保持初心 不断突破自我的艺人 确实值得尊敬和学习 当然 任何人都不会在追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王一博也不例外 他在挑战极限的同时 也面临着外界的质疑 有些人会质疑他是否在用生命博眼球 但面对这些声音 王一博用行动回应 他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名利 而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和体验 对于这样的坚持 我们不应轻易指责 而是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毕竟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一个敢于追求梦想 勇于挑战自我的人 才是值得我们尊敬和钦佩的榜样 王一博的这次纪录片拍摄经历 不仅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 更是在精神上与我们产生了共鸣 在这场冒险的背后 他所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坚持信念 正是每一个人在追梦路上所需要的力量 他通过这次的拍摄 告诉了我们 只要勇敢面对困难 就一定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中取得成功 探索心境不仅仅是一部冒险纪录片 更是一场关于人生的探讨 王一博在这个节目中 不仅展示了自己作为艺人的另一面 更是通过每一次的挑战和突破 向观众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的成功 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启发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勇敢追梦 无畏前行 总的来说 王一博的这次冒险之旅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他 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屈不挠 勇于拼搏的精神 深深感染了每一个关注他的人 正如他在纪录片中所展示的那样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只要心怀梦想 脚步不停 总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